Privates 也沒關係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撰寫呢 我的需求很簡單 其實環境認識之後 然後呢也產生了一個 這個VBA程式 接下來你可以把你的視窗稍微縮小一些些 我有時候習慣是這樣 我一邊寫一邊思考 一邊看我的需求 不然有時候你不知道說你下一步 該怎麼做其實寫程式就這樣 你一邊思考說你下一步怎麼做 程式就寫出來 那我的需求很簡單我們逐步來看 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結果 從這個哪裡呢 從哪個儲存格呢 從這個儲存格一直先幫我先做 一欄下來就好 我不要全部先做一欄 再慢慢的漸進的好了 那我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要先從第幾列 我是一列一列往下跑 然後呢回圈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反覆反覆反覆去 重複做你的動作 所以呢你有回圈之後的話 你要做幾千次幾萬次呢 它都幫你完成 也就是電腦最厲害的地方 人做重複的事情很煩 可是電腦不會 那你要如何讓電腦重複做事情 就是要用for回圈 那我從哪一列呢 從第四列 s到第幾列呢到五十九列 所以我的這個程式要怎麼撰寫 這個地方非常簡單 你就是for 後面的話給它一個變數 我們就是打上for 後面加一個i i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不需要宣告 直接就可以用 fori等於四 第四列到第五十九列 所以enter一下 兩下 然後呢 NAS一下 為什麼呢 NAS的意思是說折回去的 有for一定要有NAS 你沒有NAS 你程式就有BUG了 那它就知道說 你要做 從第四 四到五十九 也許是第四列到第五十九列 那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重複的東西就在這裡 我要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一個儲存格 去做什麼事情呢 去做那個給它一個公式 那公式要怎麼給 特別注意 這裡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要指定某一個儲存格 剛剛前面有講到有range有沒有 range B4 對不對 可是呢用range有個缺點就是 你的變數沒辦法去更改 比如說B4那個數字呢 它沒有辦法更改 所以呢 在那個eSale裡面還有另外物件名稱叫Sale ActiveSale 那它的名稱要複數 所以Sales 這個很重要 它的角色就跟range差不多 只是說呢 挖虎之後 它的差別就是說 Sales的坐標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Sales怎麼樣呢 讓它往下 比如說呢 它的第一個參數什麼 你要告訴它Raw Index Raw Index 就是你現在Raw就是列的意思 那你這邊可以給它什麼 一個變數 一個i i的意思 第一次是4 所以4列幾藍呢 後面 那藍的話呢 你給它輸入1 或者是 第二種方式 你給它A藍 你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說你告訴它說 我將來希望把公式填到這個儲存格 可是第一個參數列的部分 可以是一個變數 那就是第4 第5 第6 第7第8 然後都通通是A藍 對不對 然後後面又等於那個公式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那其實我們的那個聚集錄下來會點Formula 不過這個Formula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省略 沒有寫也沒關係 這個Formula就是它的函數 它的那個公式的意思 那其實這個沒打 我印象中是沒有關係 你在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裡面的東西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後面的話加上B1 因為我們 B1 公式部分B1乘上什麼呢 B1乘上 這邊的話呢 公式的話是 B 這個是